第五人格 大家好我是龍哥 第五人格當中的祭司人氣非常的高 許多小伙伴也非常喜歡祭司 但是祭司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其實官方的劇情中並沒有介紹 而且目前根據角色日信件以及任務推演中的線索 依然無法揭示到底祭司是好人還是壞人 至少目前為止在劇情中並沒有祭司幹過壞事的線索 但是祭司背後的勢力並不簡單 祭司來莊園的目的也不簡單 祭司身上隱藏著三個很重要的細節 也許未來會影響到他最終身份的政務邪 第一個細節祭司頭上的仰角 在遊戲劇情中介紹 祭司是受到神明的引導才來莊園的 但是祭司共奉的是什麼神明 劇情中並沒有介紹 因此給玩家留下了很大的猜測空間 而在西方的宗教中頭上有仰角的 往往是撒旦等邪神的象征 所以祭司共奉的神明可能是尊邪神並非善類 但即便祭司背後的神明是邪神 這也不能說明祭司是壞人 祭司這個角色一爭一邪 最終的歸屬要看祭司自己的選擇 第二個細節祭司手上的井蓋 這可不是普通的井蓋 這個井蓋能穿越時空 又叫門之鑰與克蘇魯的神話有關 出自克蘇魯神話中的古神尤格索托斯 他的敵人可能是黃衣之主背後的邪神 祭司和黃衣之主屬於對立的陣營 兩位角色背後的兩大邪神派系 本身就充滿著複雜的鬥爭關係 這或許也是祭司被神明引導來莊園的原因 第三個細節祭司背後的眼睛標誌 這個標誌像是眼睛又像是太陽 而第五人格莊園最大的神秘彩蛋 就是窺視莊園的眼球 這個神秘的眼球出現在等待大廳的玻璃上 還有閃經洞窟中 第五人格內側時期的神秘彩蛋也有這隻窺視的眼睛 所以祭司的任務或許關係到整個莊園的命令 祭司這個角色本身一陣一邪 最終祭司是選擇成為神女還是跟隨惡魔 關鍵得看祭司自己最後的選擇了 兩隻烏龜 兩隻烏龜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沒有鬼殼 還帶著圖耳朵 真奇怪 真奇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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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